大家好,今天我們要來講MAE、MAV分佈圖呢 我們怎麼根據這個分佈圖來放我們的Status Table Feet 就是以MAE、MAV分佈圖來放我們的什麼呢?放Status Table Feet 好,那這是一個什麼?這是一個比較入門的版本 就是說我們之後會再講更複雜的一種版本 這是一個比較入門的版本 好,所以我們先來看這個MAE、MAV分佈圖 好,你原本的MAE、MAV分佈圖呢,你可能是這樣子 好,經過什麼呢?經過我們之前講的就說你已經放了什麼? 你已經放了延遲進場對不對?延遲 好,進場 好,就是Delay Entry之後呢 你已經盡量什麼?已經盡量讓你的什麼?讓你的分佈圖是 呈現一個什麼?呈現一個往左上的情況對不對? 好,你已經盡力了,把它移到左上 所以你可能已經盡力的把它 把你的分佈呢,盡量的往左上移動 好,那你可能會有一些交易是什麼? 有些交易它MFE是變小對不對? 有些交易可能MFE歸零 好,所以你有沒有看到在這個情況裡面呢 你的什麼?你的分佈已經盡量什麼?盡量往左上去移動了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時候呢你的群聚就會什麼呢? 原本群聚是什麼?群聚是在中間對不對? 那你現在什麼?你現在的群聚是什麼?群聚是在你的左上的位置對不對? 好,那這就是一個比較好的情況 好,在這個情況裡面呢 我們再來考慮什麼呢? 我們再來考慮我們的Star Loose Table Feet 我們要怎麼放 好,在這個時候呢 Star Loose跟 Table Feet呢 你其實是可以放在什麼位置呢? 好,我們可以看 好,在Delay Engine裡已經放了喔 所以你已經盡量讓你的分佈是到左上對不對? 那有些交易MFE變小 有些交易MFE變0 好,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的什麼?你的族群是在這裡對不對? 好,所以你的Star Loose跟 Table Feet呢 你其實是可以放在你的這個位置 好 為什麼要放在這個位置呢? 這個位置呢有一個好處 這個位置好處就是呢 你的什麼呢?你的Star Loose已經盡量的少 而且這裡面的幾點呢 也盡量的什麼?盡量的少對不對? Table Feet呢盡量的高對不對? 然後這上面的點呢是盡量的多對不對? 好,所以在這個情況裡面呢 你就可以放在什麼? 放在你的這個群聚的什麼? 放在你的這個 這個MAE MFE的分佈的什麼? 分佈的聚集 好,我們一般叫做Grooper 好,放在你的這個Grooper的什麼呢? 它的右下角的位置 好,放SLTP 好,在放右下角放SLTP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的TP是什麼呢? 你的TP會比較小 好,TP會比較小 你的SRT會比較大 OK,這是一個很常見的情況 好,那你先不用緊張 好,你通常會發現你會TP是比較小 SL是比較大 好,如果你的分佈什麼呢? 你的分佈不夠左上的話 好,不夠 不夠左上 好,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情況 好,先不用緊張 OK,這樣沒有關係 這是我們可以再來看我們可以怎麼調整 好,TP比較小 SRT比較大 好,所以在這個位置呢 它什麼呢? 這個位置就是 你的上面點呢 盡量你是讓它TPP掉 所以就是說他們有什麼 他們有高的MFE呢 你盡量讓它TPP掉 所以你的TPP可能會比你的MAE來的 MFE來的小 所以你的MFE呢 基本上為什麼呢? 基本上可能會大於你的什麼? 大於你的TPP 然後可能是什麼? 非常多 好,非常多 好,這個是什麼?這是正常 OK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其實是什麼? 我們其實是在賺什麼? 我們其實在賺波動的錢 好 就是說我們要降低什麼? 降低我們的 對策略的進場跟出場的依賴 為什麼? 因為策略的進場跟出場 有時候其實沒有辦法 而判斷的很好 所以如果市場的波動是有來的話呢 你就盡量去賺波動錢 你不要去依賴你太多你的策略的進場跟出場 策略的進場跟出場呢 它只是給你一個什麼? 給你一個思考 你應該在這個時候來做交易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司機 但不一定代表它是一個好的進場的位置 好,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好,所以我們再來看一次 好,所以我們來看 好,假設這是MA1 這是M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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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你的分部已經盡量往什麼? 盡量往左上 對 有些分部是漏掉 有些分部是歸零 有些分部是歸零 好,其他在旁邊 好,所以我們剛剛講 你的STARLUS 你的TABLEV 可以放在這邊 STARLUS可以放在這邊 對不對 就是在你的群聚的右下角的位置 OK 好 所以這個地方是什麼? 這些你是賺什麼的錢? 這些你是賺波動的錢 OK 賺波動的錢呢 基本上你是什麼? 你是降低你對什麼? 降低你對 進場跟出場的依賴 好,所以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好,所以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Entry 跟Easy的signal 好,它只是什麼呢? 它只是一個什麼呢? 你進出的一個 實際參考 好,它是一個timing的參考 但是什麼呢? 它不代表什麼? 不代表你就要用那個價格 不代表 那個價格 跟什麼呢? 那個時間 一定要Trade 好,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所以說呢 你要盡量什麼? 盡量讓你的波動呢 不要那麼依賴你的什麼? 不要那麼依賴你的進場跟出場 不是說進場出場不好 而是說你要盡量降低什麼? 降低你對出場進場的依賴 降低依賴 好 因為市場的波動水準呢 是你可以去判斷的 但是你的進場跟出場呢 你其實沒有辦法 抓得很準 因為你基本上你不是上帝嘛 所以你基本上不可能 在進出場的時候抓得很準 所以你基本上你 考慮的是你要降低什麼 對你的進場跟出場的 訊號的依賴 所以我們盡量在左上 可以獲利就把它了解掉 好,但是你有些時候你還是可以提高它的依賴 這個我們之後會講到 所以我講的東西都不是絕對 所以這是一個基本上 通用的一個大的概念 好 那在這個情況裡面呢 你會得到的幾件事情是這樣 第一件事情呢 你的Star Loose呢 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一到三倍的TP 好 那 外面會有一些 教一些交易的人 他可能會認為說 你的Star Loose應該要比你的TP來的小 這樣子你的策略才是比較好 他們的講法基本上 沒有錯 但是我這邊會跟你提一件事情 你的Star Loose如果比你的TP大很多 你也不用緊張 不用擔心 我們有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Star Loose比TP大呢 你先不用緊張 不用緊張 不用說這樣就不好 這就沒有不好 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判斷 所以不要因為你Star Loose方很大 TP方很小呢 好像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那是不是你的策略不穩定 什麼 還沒有 我們的判斷條件不夠多 我們的證據還不夠充分 好 第二件事情是什麼呢 這個右下角的位置呢 好這個右下角的位置 什麼呢 可能不是最好的 可能不是最好的 好 我這句話是講給誰聽的 我這句話是講給那些 做優化的人聽 因為很多做優化的人嘛 他們就會直接把什麼 把Star Loose跟Table Feet 直接放進去去做什麼 做Altimization 然後他們去挑一個 最好的Star Loose 最好的Table Feet 我跟你講 你這樣會死掉 你絕對不要這樣做 就是 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你必須要知道為什麼 好來 因為你的右下角這個位置呢 通常不會是 獲利最好的位置 OK 你通常跑出來的位置 可能是在中間 可能是在中間 好所以你跑出來可能是什麼 你跑出來可能是像這樣子 好 如果你跑一個Altimization 好你可能做出來的位置 是在這裡 那在這裡這種情況就很危險 因為這種情況呢 你在樣本內 你基本上看他的 那個 那個 Equity Curve 他基本上不會比較差 但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 他到Alt Sample 他到樣本外 他一定會死掉 為什麼 因為你的波動會在這邊變化 所以你有時候好 有時候不好 有時候好 有時候不好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有些TB 有些Stardust 有些TB 有些Stardust 所以到Alt Sample 你一定會什麼 你一定會Overfitting 所以你如果是在這中間呢 你基本上很有可能 80%會Overfitting 好所以你去跑優化的時候呢 他會盡量讓你的Table Feet 再更高 Stardust 會再更低 他會盡量為什麼 把這個把它逼到更高 好拉高 他會再把這個拉低 好 所以你在跑Altimization的時候呢 你會得到一個結果是 你讓TB更高 Stardust更低 但是你就會介入到這個什麼 介入到這個group裡面 那你到Alt Sample的時候 波動水準在變化的時候呢 你直接點就會一下TB Stardust 所以你會發現 你在In Sample跑出來的結果很漂亮 但到Alt Sample你會壞掉 所以這個就是你在跑Altimization的時候呢 要特別留意的問題 所以在 放右下角的時候呢 你的Stardust可能會比你的TB 大很多 同時呢 你的右下角的位置呢 可能和你跑Altimization跑出來的結果 是 差很多的 所以這個就是 大家要特別留意的 兩件事情 就是